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北京飞越斯文之一个地球的周城距离 飞机终于抵达了充满神秘气息的非洲大地 肯尼亚会由非洲东部吃到横贯中部 这里有遥远的天空 广袤的园野 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 茂密的灌木林带 火烈鸟展翅高飞 伴随着狂野的古典和粗犷的歌声 蕴染出一幅幅自然人文风情的画角 然而 这个农牧业为主的传统国家 工业基础不动 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短板 金卫强对肯尼亚并不陌生 他在这片国土上排兵布阵多年 有了分公司 但让他更加牵挂的是这里的父老乡亲 家乡的味道 酒味的感觉 确实心里感觉是小 一年 头半年 结果一些香蕉 现在 十万了 十万 十万 一四年 肯尼亚花蕉也只得三万而已 这现在一开头 一带一路 这现在就八万 反正一带一路 加到了国家 对非洲的投资 刚刚在关的地面 我去让感恩信息 多小的时候 非洲国家 是龙肯让的 金卫强作为来非洲闯荡的其中一员 早在2008年 就选择了到非洲开创事业 这还与他的一位肯尼亚朋友有关 2008年夏天 到肯尼亚参加了一次 剪菜和鸡血展览会 一个肯尼亚的客户非常亲戚 他逃出来了照相机 给我们看照片 我们一看 是07年秋天 在光教会上的 我们的照片 他照了我们的机器 时光倒转15年 一次交易会 一张不经意的合影照片 似乎可以讲述 盛亚机械如何从中国临仪式 一个乡镇 走出国门的渊源 眼前的这位 就是金卫强当年广交会上的 那位肯尼亚客户 我的名字是Fred Mwangi 我是管理员 Makiga工程师 在奈亚网络 沈亚网络 我已经10年与研究工程师 我已经十年与研究工程师 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他们的服务 和他们的产品 都非常好 非常好的产品 非常好工作 如今在聊起当年的往事 他们依然还是历历在目 如同就在昨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 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中国政府在2013年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肯尼亚却是一带一路倡议 在非洲唯一的支点 是获得中国资金援助最多的国家 总体二十几句 称报了肯尼亚一条公路 这条公路呢 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都称不少 这条路呢 它主要是内罗币到蒙巴萨 这条主干道 它的意义就是在于呢 蒙巴萨所有的港口的货物 必须经由这条路运输到内罗币 或者内陆的几个非洲国家 如果堵车连续发生15分钟 就会惊重总统 由于肯尼亚雨季降水量大 路面下设计了很多寒洞用于输水 路面上交通量大 且都为重型货车 就寒管的抗压强度 以及生产的效率而言 都对生产机械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寒管这块 当时我们也考察过当地的好多寒管 我们认为它不满足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从国内进口自己的设备 自己再加工寒管 让它质量达到更好 当他们死讯采购我们机器的时候 我们就高度重视 让这台机器必须完美 作为中国的央企 我们也有责任在海外干好任何一个项目 合作的世界正在成为环环相扣的链条 中国的商品正逐渐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眼前的这条跨国铁路 是吉布提铁路 全长850千米 是中国企业采用全套中国标准 在非洲建造的现代电气化铁路 我身后的这条铁路 是由埃塞俄比亚首都开往吉布提一条电气化铁路 其中有三个标准 适用的数据电线杆 是由我们公司提供的设备生产制造 埃塞俄比亚 东非高原上的一个有着三千年文明史的传统农业国 高原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 有非洲污脊之称 然而 其薄弱的工业基础导致制造业发展之后 要在这片高原上建造铁路 难度不言而喻 这条电气化铁路是一带一路工程项目之一 我们参与到其中 非常自豪 你看我们做企业 做到了非洲 做到了东南亚 在工作之际 这个接受了不少 这个朋友 特别是在国外开采铁路牧的朋友 旅行地认识了这个铁路牧 对国内的铁路牧家具市场 少有感兴趣 这样我们就从东南亚和非洲 进口了铁路牧 又开发了这个铁路牧家具 这一餐业 铁路牧家具 起源于中国 是中国的国粹 与中国的书法一样 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报 铁路牧家具 不仅仅是家具 更是一种艺术品 一种文化的体现 我们对铁路牧生产 要求特别高 从苏安子墨头的时候 我们都要严格要求 到夏略要作状的时候 我们更要严格要求 真正做到 不平不拨 每一件家具 都不产家 做到过程价值 红木家具 是指用酸枝 花梨木等古典红木 制成的家具 是明清以来 对稀有硬木 优质家具的统称 我们主打大红酸枝 和缅年花梨 两种家具产品 大红酸枝 主要来自于老窝 缅年花梨 主要来自于缅年 从这两个国家的林场 我们直接采购优质的木材 每一颗木材 都是去林场里 这个精挑细选 笔干直 主干粗 直径大 没有充严 只有通过这样的 精挑细选的材料 精淡手艺 才能生产出来 这个优质的产品 红木家具 在品种与款型上 追求创新 品类繁多 特别是现代流行的 红木家具 多以寓意 吉祥庆瑞的 花鸟文等文式为主 注重雕刻 讲求雕工繁密 而精细 风格华丽 他们十分注重 形式上的装饰 追求 辉红大气的装饰效果 处处显示 使用者的地位高度 我们制定出 这个开放式生产 不管是客户来到工厂 还是在家里 使用网络 他都可以看到 这个生产工艺 和生产过程 这样就是说 让客户更放心 一个古典红木家具 雕刻师的成长 不仅需要几年修炼 而是要经过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 专注与投入 才能够将雕刻刀 运用自如 到新手相连的地步 才能够真正将刀下 所雕刻之物的 形 神 情 坚固 真正塑造出 有灵魂 有个性的传神器物 在这个红木家具市场上 你会奖价 有可能这个四折五折 就能买到 你不会奖价呢 有可能这个七折八折 才能买到 这个中间这个价格 就很大了 针对这一现象 我们就说制定了统一标价 标牌修售 不管是这个新朋友 还是这个老朋友 或者是这个陌生的朋友 来到这里 我们都是一个价格 保证他们买的都是 同一价格 让他们买的更放心 笋卯结构 历史悠久 也是传统木制家具的 一大特色 整件家具 不用一丁 一丝 也不用任何胶水 全部采用 凹凸结合的笋卯结构 相互之间 匹配得浑然天成 能够保持家具 几百年形态 不发生变化 采用我国传统的笋卯结构 和精湛的工艺手法打造的家具 由内而外地 散发出不张扬的个性 深受广大红木家具 收藏爱好者的喜爱 咱们今天晚上 就是要给所有古人吃一顿饭 主要给吃羊肉 一边是如火如荼的 不遗余力的劳动生产 一边是火力十足 香味肆意的美食诱惑 热情的温度 仿佛在空中触手可及 好吧你看 三次药 一边也是 火花闪烁炫烂 火焰激缺不息 定义着红红火火的日子 一年多 我们过来看大家 看望大家了 这是出差 来到这里 看望大家 希望各位 把工作干好 抓好产品质量 搞好安全 让大家伙 都一个满意的收成 都能挣到钱 咱们来给他见颜面 请他跳个屋 他们非常高兴 高兴 小时 乔点 帮我 是 是 我 我 都一个 真正 那 成为了世界的中国制造 也在改变着中国人自己 我也希望 非洲咱们的工人 能过上幸福生活 让国内的这些员工 都能到城里 买到美商房子 这是咱们做企业 这个最给美的要求 最给美的希望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更是一个坚实的行动 一条条铁路公路的建成投运 树立了一批合作标杆 这其中就少不了盛亚人的贡献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